王辉傑 龙剑剑 你果然了解我 我土鸣怎么可能乱伤人命呢 土鸣 你这个恶屁 还说疯良话 就算不是你亲手所杀 也是你手下人干的 看人推开 阁下的成名绝技 是前堂三叠浪 本应是一浪强过一浪 现在却是一浪不如一浪 我说的没错吧 贼王之王 也是西洋迟暮 不过如此 米粒之珠也敢放光彩 不赢 奴剑天 以你的辈分 不会以多其少吧 来 我们再来一次担当独斗 老夫一生从不以多其少 老夫愿意奉陪 改日再陪你玩 大老爷 好险 你如要坚持一战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你 你这个骗人的伪君子 你不但骗了我 还骗了你弟弟 骗了所有的人 骗了整个龙华城 什么宝藏啊 根本就没有 根本就是个骗局 书姑娘 你先冷静一点 三王宝藏 真的是个骗局吗 就算大老爷设的是个骗局 也是针对那些贪婪该死的人 有什么不对 没什么不对 龙剑还是最该死的 刚才你看见是谁杀的老二吗 还能有谁 是那个阴险的方正 方正一直处心积虑图谋那个三王宝藏 你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可以摆布全世界呀 现在你却害死了自己的亲弟弟 你 城南那边有很多兄弟受伤 训职的兄弟有好多需要安排后事 我们都赶回去吧 快 快点 大志哥 小姐 快走吧 对啊 被向南飞他们发现了 小左都来不及了 你们先走吧 大志哥 我们走啊 快走啊 龙大志 都是你干的好事 龙大志 你 都是你害了我的师弟 我要你成命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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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龙大志他们刚才在大牢里杀了我们兄弟 大志哥 大志哥没有杀人 刚才他还救了陆小燕一命呢 爹 爹 我真的是没有蓄意杀人 当初我并不想杀死王小狗 是他先出手袭击我 在我逃狱的时候 我是被逼出手 才误杀了高强 刚才在牢里 我也没有杀人呢 龙大志 你那天跟王小狗打斗以后 有没有亲眼看到王小狗死去 没有 方正说 王小狗是回家之后 他才死的 你到底刺了一刀还是两刀 他哪是我的对手 我只刺了他一刀 而且我真的没有要杀他呀 你被方正耍了 他后来中的几刀才是致命伤 你的弯刀真的没有交给方正 这个该死的方正正如我所料 王小狗一家三口 都是他杀的 方正却说 王小狗回家不久就重伤而死 王老爹是要报官向我追究 他是为了维护我 才杀死了王老爹 与王小狗的妻子呀 你这个孩子 该听的你不听 不该听的你全都听 方正真的那么维护你吗 他现在人在哪呢 他跟随你二叔那么多年 现在却把他给杀了 方正一直在骗你 难道你不明白吗 爹 孩儿无知 无交损友 孩儿知道错了 你出卖了龙华城 害死了多少条人命 你 你就是有一万个理由 我们父子俩也是难辞其咎啊 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大家跟我来吧 爹 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爹 王子成龙之心 在所难免啊 你爹出身草莽 不惜一切 坚心打下这片极业 就是要将世上最好的全都给你 也只想你 按照爹给你安排的路去走 一辈子无灾无难 幸福到老 爹却偏偏没有顾到你的感受 你的想法 这都是爹的错呀 不 爹没错 全是孩儿的错 孩儿现在才明白 多年以来 爹对孩儿的教诲 对孩儿的一片苦心 爹 您就原谅孩儿吧 我儿少不更事 被奸人愚弄 误入歧途 佛祖啊 要怪 就怪我吧 爹不会怪你的 爹 你肯原谅我吗 嗯 衡不交 复制过 爹生意养你 却不懂得好好地教导你 爹感到万分惭愧呀 爹真的原谅你了 你能原谅爹吗 不 爹没错 都让孩儿不懂事 不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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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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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志哥 大志哥 我老弟大志哥报仇 范姑娘 我亲手取他性命 也算是给龙华城百姓一个交代 大老爷 我第三指 我也要把方证找出来 用他的心 祭连少爷的在天之灵 马大侠 想不到 麻烦你派你的手下按照这个药方去抓药 让他们内服外服很快就会没事了 多谢马大侠 马大侠 想不到你武功盖世衣术也如此精湛 真是令人敬佩 相不投 若非有你的一名领导 秃鹰早已血洗龙华城了 待我回京之后向九阿哥推荐 邀请你到京师大展所长 在下 在下乐天之命不求稳打 不敢高攀 马大侠 我有些医药上的问题想向你请教 不知你有空没有 有 有有有有有 哥哥 请 请 不知哥哥有何疑难问题请讲出来 在下一定分告 其实自从得知马大侠的庐山真面目之后 总是想与马大侠单独相处 可是又怕马大侠笑我梦了 我是不是听错了 哥哥的意思是 讨厌你还要人家说多明白啊 马大哥 马大哥 那天我看你戒酒那么辛苦 我真的很心疼啊 这个是宫廷御用的戒酒药 也是我亲自调制的 马大哥 希望你以后有时间经常来金山客栈 与我小酌片客 已结我心中苦闷 不好了不好了 出事了 兔鹰又派人进城了 他派谁来了 金 金必多 龙剑天 望顾全城百姓之安危 私藏三王宝藏 此等不义之财 并为龙华城招致灾祸 若两日之内不能交出宝藏 我 不是我 我是代表我老大 我这里说的我呢 就是我的老大呀 日内 我将会大举屠城 到时集权不了亲此 这就是我家的 我老大呢 比天王老子更有权威呀 你们好好的劝一劝龙剑天 这个守财奴 交出宝藏 好自为之吧 嘿嘿嘿 那三王宝藏 确实是不义之财 也是不祥之物啊 老夫并非吝啬财富 只是屠鹰尚有一无理要求 叫在下自断一臂 那时屠鹰还忌惮老夫三分 老夫若是贸然答应 到时候他翻脸无情 龙华城只好任他宰割了 在下一两无牵挂 又何惧他屠鹰 随时准备为人间处此祸害 谁有此理啊 你敢出言辱骂我家老大呀 进了办 前几日隔着禅房 与你相谈甚欢 在下知道 阁下非等闲之辈 你不用骗我马屁呀 在下惨遭嫁变 才真正渗透出 正路难走 仍须走 老夫费尽心机 设下宝藏之陷阱 到头来 反而害死了亲弟弟 与邪恶作战 原本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勇敢的面对 也坚信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的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正路难走仍须走啊 狗屁不通啊 正路难走转弯走嘛 你的经都白念了呀 一点智慧都没有 不要这样装勇敢 分明说到底 你还是舍不得宝藏啊 金老板 我再相劝你一句 一山更比一山高 聪明反背聪明误 希望阁下能明白 什么一山高一山弟 你当然没有我家老大高啊 再不交出宝藏 那真的误了你自己 也误了龙华城千千万万 老百姓的生命啊 你想清楚 两日之内答复我 走了 来了来了 出来出来 你还厚颜无耻的家伙 你算谁啊 你算什么东西 你算什么东西 你算广播出吧 我们不要你认识 厚颜无耻 厚颜无耻的家伙 这个废废 不要我们的东西 这个废废 这个废废 怎么啦 怎么啦 我去羞耻 小人 没见过大人物吗 这东西是什么人哪 就是 怎么 你们不要见什么人 怎么 你算什么大人物 你以为你是谁啊 怎么 你干嘛这样寒情默默地看着我呀 难道你想当我的鸭带夫人吗 你当我的丫头 替我洗脚 我都嫌你的手粗啊 哎 怎么这么多坏啊 干啥 他动手打我吧 啊 啊 知道我是谁吗 啊 看清我是谁啊 哎 我是土鹰大哥的代表啊 哎 哎 哎 你们也不敢 你无耻震毒 哎 哎 哎 你们哪个敢 你不敢 你不耻震毒 他东西不像 他不像话 他不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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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像话 好 好 好 二位大哥 小孩子不懂事 别跟他计较 走走 走 走开 走 走开 你们敢动手 伤害妇儒和小孩子 我真后悔 认了你这个不知羞耻的爹 你这样 还算是个人吗 我当然不是普通人啊 我是俊杰啊 因为我是食物 我懂得看风转舵 你这个死丫头 乳羞未干 你懂什么呀 老爷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不相信 这不是真的 老爷 以后不要再叫我老爷 拿去 这是什么 我跟了秃鹰大哥了 以后还怕没有美女吗 这是修书 我要修了你 笨女人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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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过分了 你小爷天打来屁啊 金比多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 你我之间的旧账 我还没给你算呢 想不到你厚颜无耻的去当了秃佣的走狗 金比多 你这个卑鄙小人 我现在才看清你的真面目 今天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你 我要为民除害 住手 江大妃 我以龙华城带总捕头的身份警告你 不得胡来 像这种恶贼 你还要包庇他 他已是秃鹰的人了 一旦惹恼了秃鹰 他就会大举进攻龙华城 那将是弥天大祸 你不能冲动办事 你知不知道他就是 是 我们回去吧 为这种人伤心不值的 娘 像不头 我可以走了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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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请里面请啊 请请 你拿个包袱干什么 你这个走狗 我要是再在你狗窝里多待一天 我也会让众人唾骂的 罪马 除了我 还能有谁会收留你 你不知道吧 我现在就搬到金山客栈十七格格那里去住 你知道吗 十七格格还有许多医术问题 等着向我请教呢 奉劝你一句 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好啊 我也奉劝你一句 不招人注意 才是庸才 你呀 是嫉妒我 哎 进来进来进来 请进啊 进进进进 这边来 哎 就在这里坐吧 请坐请坐 请 哎 等一下 看看这个 这个看啊 哈哈 这个 哎 哎 来来来 等一下啊 那你就好好地替老大办事吧 啊 我们另有任务 我们老大十分记住你的才能 你要好好替我们老大办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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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明天城门口见了 明天见明天见啊 走 嗯 有了这些佩剑 我定能在七线之内打造出万剑穿心 哼 和 严谋大人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再见你了 这根新拐杖 算是我送给你的 最后一份礼物吧 还有向南飞那个小伙子 白姑娘 你尝尝 不错 白姑娘 其实啊 人死不能复生 你不要太难过了 你知不知道 我看着你这么难受啊 我心里比你更难受啊 你总该说句话吧 如果你真的想哭 就放声地哭出来 这样可能心里会好受一点 白姑娘 你现在的心情 我怎么会不了解呢 可是 你应该勇敢地活下去啊 你应该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人关心你啊 是吗 大志哥走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白姑娘 你可不要想不开啊 白姑娘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金营找我爹 把事情问清楚 什么 去军营找你爹 这 这怎么能行呢 讨厌 走开 白姑娘 白姑娘 等等 我跟你一起去 你好 你们干嘛 娘 娘 娘 走开 你们走开 不许你们再欺负我娘 娘 娘 我知道 你肯定是在故意折磨自己 你以为 你这样就可以替他赎罪吗 你错了 他现在是个万人唾骂的无耻之徒 你何必为了他 要作茧自己呢 娘 够了 一切都结束了 你从昨天开始 已经滴水未尽了 娘 你在为别人做这个做那个 你就是铁打的身子 也会熬不住的呀 你听我说 咱们回去吧 不 这个狗贼 还敢回龙华城 臭人还敢回龙华城 他还有点回来 真是为了要恋 这是真正的 要人都走 那个狗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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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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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助周为你卑鄙无耻 你还留在龙花城干什么 想我们丢脸丢得不够吗 新 新来 娘没有你这样的丈夫 我也没有你这样的爹 我们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你给我走 你放心 我已经跟她恩断清绝了 这是我为丈母娘打造的一根心拐杖 你就带我 转送给她吧 她曾经是我的丈母娘 就当是我最后的一点心意吧 谢谢 谢什么呀 又不是给你的 我最讨厌就是你这个傻乎乎的样子 不是你讨厌娘 而是我们讨厌你 是吗 那就最好 像南非曾经对我说 她那铁香剑尚有一些瑕疵 我答应过替她改良一下 我金碧多绝非言而无信之人 如今我已将改良方法绘制在图上 你交给她吧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人还有什么信用 夏大哥肯定不会要你的臭东西的 你们多多保重 你快走我们讨厌你 走啊 娘 时候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你也睡吧 娘 娘 小云姑娘 你别怪我这么狠心 你一天不死 我就一天得不到夏大哥的心 你一天不死 我已经一无所有 你就多可怜我吧 不能喝 茶有毒 小云不会出什么事吧 小云 小云 你先不要出去 让娘知道你来下毒 她是不会放过你的 等我先把她引开你再走 小云 小云 刚才你在房里没什么事吧 没有什么 我只是刚才不小心把茶杯打翻了 娘 我有点饿了 你陪我去做点吃的好吗 好啊 好啊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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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呜呜 两位大哥早啊 任务完成了 大哥要你们办的事 就是这个木箱子啊 不干你的事 我们还是赶快回去 向老大复命嘛 还在这干什么呀 还不赶快打开城门 打开城门 放他们过去 是 你们这群混蛋哪 来 现在就行 请 请 大哥 大哥 我探得最新的消息 省城里巡抚亲领的大军 已经开赴龙华城途中 看来上有数天便将到达 放心 我早已有对策 大哥 大哥 禀告老大 我们性不辱命将那小云活捉 现已关押起来严密看管 这个小云是向南飞的情人 有他在手 我就可以要挟这小子 逼他设法印开李巡抚的官闭 哦 难怪老大成竹在凶 原来早有一番周响的布置 老大 真是神机妙算哪 你是不是怪我抓了你的干女儿 不是 这个严丫头大逆不道 她是死是活与我何干哪 大哥 你需要的配件找齐了 我马上就装那个万箭穿心哪 快去快去 好好好 哼 你们两个 有没有探听到小姐的消息 老大 要不要分派人手 去打听小姐下落 这不听话的丫头 就别理她了 你们两个 跟我去牢房看看那个小云 走开 是 小姐 走开 走开 别动 别动 站住 我能进去 干什么你们啊 干什么 别动 住手 怎么回事啊 干什么 你们不许伤害她 乖女儿 乖女儿 你终于逃出来了 大智呢 大智哥死了 你为什么要欺骗大智哥呢 你不是说金龙华城 完全是为了救我 绝不会滥杀无辜吗 是你令大智哥背上了 不仁不义的罪名 是你害死了他 我问你 你长期以来 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欺骗大智哥 你真是胳膊肘往外拐 我听说龙大智是被他父亲亲手杀死的 你要怪 便怪龙建天 你回答我 是不是利用我在欺骗大智哥 你年纪还小 好多事情 你不会明白的 你不要多说了 不敢回答我 那你就承认是在利用我 你太没人性了 你太没人性了 我是你女儿 大智哥死了 我一生的幸福也被你毁了 龙建天是凶手 你是主谋 这个仇我永远也报不了了 有你这么一个爹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活着 白鹤姑娘 把小姐送回营房 好好勘管 是 把这傻小子押进牢房 走 白鹤姑娘 走 天哪 麻烦了 他们抓了小云 现在又抓了陆小叶 难道他们把我当成了孙悟空 能有三头六臂吗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 我不是小云吗 你来干什么 你不是投靠了秃鹰吗 你先别骂我 他们说抓小云 怎么是你啊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去杀你的干女儿 可是我心软 总是下不了手 结果被他们抓了回来 真是好心没有好报啊 好心一定有好报的 喂喂 现在外面寿为森严呢 我也没办法马上救你出去 可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 我以前老是占你的便宜 我可是侠盗 笑脸元宝啊 天下不平事 都是我的分内事 你的命啊 跟我也差不多 都是多灾多难啊 不过呢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日后大难不死 我们都会变成人上人的 全世界的人都说 你归属了秃鹰 只有我一个不信呢 怎么你又突然这么相信我啊 不知道啊 感觉嘛 很难解释的 如果你年轻二十岁 那该有多好啊 有什么好啊 这样我一定会爱上你啊 而不是爱上向南飞 也不用像现在这么痛苦 说真的 跟你在一起啊 我觉得挺开心的 现在也不迟啊 我已经修了那只母老虎 你愿意 我不介意啊 什么 跟你开玩笑的 其实我也为新兰好 现在我跟秃鹰在一起 整个龙花城都把我看作是走狗啊 如果他还是我的老婆 岂不是走狗的老婆 况且我也担心秃鹰利用他来欧击我 如果他们发现抓错了人 那会怎么样呢 这个 哎呀 反正结果怎么样 是生是死 我也不在乎了 傻姑娘啊 蝼夷还尚且偷生的吗 何况你年轻貌美 天下的好男儿多的是啊 向南飞志是个呆瓜 小云看上了他 真是猪油蒙了眼睛啊 对啊 以后 我帮你找一个像我这样英俊潇洒 体贴入味的男人好不好 你真是马不知脸长啊 我很忙啊 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你放心啊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 那现在呢 先忙上 你一定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啊 其实当年我和你爹是拜把的兄弟啊 你满月的时候 叔叔还抱过你呢 谁料到 你爹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我是来帮你的 你不要大声叫啊 真的想帮我 就放我走吧 哎呀 放你走 我没这个本事 不过我知道 你生不如死 但是现在 想死呢 也不行 我就是来帮你这个忙的 我很了解 你现在的心情 你最喜爱的龙大志 是死了 你天性喜好行侠仗义 却偏偏有这样一个恶毒不人的爹 你现在活下去 也真的是没有一丁点的意义了 来 选个司法 是死了 是死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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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